混兄弟就是这样了,新北市罗州警方今天下午2点多接获民众报案,只称德圣街庙口形象,商圈在永连寺对面的店家,有一名陌生男子攀爬同架上二楼,浑身沾满血机呆坐在二楼遮雨棚,口中不断叫喊有人要害他,远警连忙赶往,果然看见24岁失信男子如同保案人所描述。 他看到警察到场毫无剧色,大言不惭的嚷嚷着,混兄弟就是这样了,接着还说自己是被人追债,一路从三重区仁爱街住处逃到卢州,在攀爬阳台上楼时不顺割伤右手掌才会搞得浑身鲜血。 警方看他侃侃而谈,其实觉得失男神志不太清楚,讲话没逻辑,没重点,过没多久他便自己从身上掏出餐有K他命毒品的香烟交付给原警。 警方认为他根本就是吸毒气到黄神,先请救护车送到市立三重医院包扎心理伤口,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,施嫌拉K拉到黄神搞得满身鲜血,遇到警察自称混兄弟就是这样了。 记者林昭章翻射,分享